橱桂龙头欧派家居行走江湖多年 现今却遭到了自家经销商的讨伐 陷入涉嫌偷税漏税漩涡 近日 多名欧派家居的经销商实名举报称 欧派家居涉嫌偷税漏税 老韩项财经天下周刊表示 在代理欧派家居期间 当他使用个人账户打款的时候 欧派家居几乎都没有给他开过发票 只有当他用公司账户打款时才会开票 对于这种企业对经销商未开发票的行为 河南玉龙律师事务所附建律师认为 如果企业后期收款但却没有报税的话 就存在偷税漏税风险 会产生相应的行政处罚 甚至刑事责任 如果经销商是以个人账户打款的话 欧派家居在未开票的情况下 再加上消费者不索要发票 经销商不开票 实际上 也是为经销商提供了 可以不交税的方便之门 其实这就是欧派家居变相的 协助经销商一起偷税漏税 经销商们质疑的 还有欧派家居在上市后 增加了多个收款账户的行为 而欧派家居的经销商们表示 在这背后 是欧派家居为他们设置的高额业绩承诺 以及残酷的淘汰机制 张达说 他已经从事欧派橱柜代理四年 按照规定 他的门店 今年正好需要重新装修 这种局部装修 每年的花费大概在八万元左右 其中大概六成以上产品 要从欧派家居购买 加之行业作为房地产后周期行业 与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